大家 今天是8月30日 是8月份最后的一个交易天 同时也是8月份场外显身工具 结算的故事表现的确是不错 而且最重要是指数已经成功回升到18000点以上 等一下再分析 先看看今天的情况 好 恒生指数早点先轻轻的高开8点到17794点 由于高台是有一点点的整股指数 曾经一直稍微低见17778点 可是股盘并不很明显 还有买盘也不断的出现 结果股市就一步一步上升到下午2点后 已经见过182002点 相对昨天收起来之后 这一分钟是上升了416点 好了 8月份的股市当然是先低后高 指数是从5号的低位16441点 一直上升到今天下午的低位 到18202点算起来 这柜的波幅已经有1761点 相对于7月份跟6月份来看 这个月的波幅真的是很明显 还有一点 恒生指数不但已经成功回升到 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 最重要的就是 现在距离最高的移动线 100天线 差不多有几百点 两百到三百点 等于说股市已经成功 升破所有平均移动线 到下个星期一回来 可能10天线也同时能够 回升到100天线以上 从走势方面来看 现在的股市的确是有机会在进一步往先推 而且也支持指数在9月份 在维持这个先低后高的盈态 有一个走势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最高的指数就是5月20号的19706点 再往下就是6月5号的低位 18724点 再低一点点就是7月10号的高位 18317点 再往下就是今天暂时的低位 就是8月30号的高位才对 18202点 等于说从5月份开始 每个月的高位都是一步一步的往下走 好了 现在指数已经回升了18000以上 要是说下个星期回来 在9月份开始 股市的动力还是维持的话 指数的确是有机会 升破7月份的高位18317 只要指数能够升破这一关 下一个目标就是6月5号的高位 18724点 我想说的就是 股市的确是可以摆脱了不断下行的走势 当然最重要还是成交方面能不能够配合 像昨天一千亿个成交 我想不算太多 可是总的来说 一段时间之内成交经验 一直在800到900个亿的 好了 到今天直到下午两点左右 指数已经是有1000多亿 像全天算起来 应该有1300到1400个亿也说不定 只要维持这个成交 9月初股市还是进一步往下推 直到某一天成交经验开始明显的减少 那股市的动力不配之下 走势就会开始有点反复 让大家留意 好了 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 大家记得给like 留言 订阅 按下钟仔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的话 欢迎可以按下SuperFan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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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